为情感小文集团的股东们好 欢迎来到完结文大地宇宙 留下您的点赞 评论 还有关注 废话不多说 音乐起 正文上 三年前 在我威逼力诱下 我让刚上高一的姐姐写下保证说 我保证等我弟弟长大后 要把身边最漂亮 最温柔的闺蜜留给弟弟 三年后 我被柳如烟壁咚在昏暗的房间 弟弟 是我还不够温柔吗 在晴婉婉带回一群青春洋溢的女同学之前 我还在跟她生起 直至打开门 我看到七八个高挑漂亮的少女 站在我家门口 齐刷刷地喊了一声 小文弟弟好 秦婉婉从门边侧身挤进来 把我拉到一旁小声说道 弟弟 这几位都是我身边最漂亮的朋友了 你看上谁了 我轻咳一声 满脸都是抑制不住的喜悦 呲牙咧嘴道 姐你真是我亲姐啊 快去招呼姐姐们进来啊 秦婉婉转头 把她的朋友一个个叫进来 麻烦弟弟了弟弟辛苦了 打扰了弟弟一群漂亮姐姐 轮着跟我打招呼 送着他们到客厅坐下 一边绞尽脑汁 想他们这些小姐姐们 都是吃傻长大的 太胖了吧 把头再扭向门外 还有一个少女处在门口 时时没有动 同学 不进来坐坐吗 少女抬了抬眼 目光冷清地看了我一眼 又低头看向别处 我抛出去的话 被砸在了地上 很好 姐姐 你是懂尴尬的 秦婉婉听到动静 跑了过来 出门把少女半喇半拽地拖了进来 柳如烟 高考都结束了 过来婉婉怎么了 之前不都说好了 聊着学校里的八卦 我从厨房洗了水果端出去 弟弟别忙活了 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吧 对啊 过来一块吧 卧槽 这谁顶得住 我反正顶不住 所以我过断放下果盘 过去和他们一起席地而坐 几轮下来 我瞥见一边的柳如烟 还是坐在沙发上 没有要参与的异想 过来一起啊 小姐姐 坐着不无聊吗 我伸手招呼她 在一阵沉默后 全场爆发了一阵哄笑声 她又是抬眼看向我 脸呼地黑了下来 沙发上的双肩包都没拿 她转身甩门离开 这 我当下脑子里想到的 是块大学毕业的毕业生 从同学家中愤然离开 至今下落不明的新闻 顾不得还在持续地哄堂大笑 我拿过一旁的门禁卡 跟着追了出去 在小区转了一圈 我愣是人影也没瞧见一个 正想报警 我总算注意到小区门口 柳如烟正从外卖小哥手里 接过两提奶茶 她回头看到我 明显愣住了 我小跑着迎了上去 我来帮忙 我试图从她手上帮忙拿过几杯 她手往旁边灵活一闪 小文弟弟 不用了 你跑出来干嘛 我以为 我以为你生气了跑了 她轻笑一声 你在担心我吗 当然担心了 你们女生心思敏感得很 就怕你想不开出什么事 我可就麻烦了 她的脸又沉下来 愣不作声地加快步伐 继续往前走 唉 柳如烟 你慢点 我腿快跟不上了 我上去拽住柳如烟的衬衫下摆 她头也不回 语气略嘲讽的意味 说 连女生都跟不上 看吧 她果然是生气了 哎呀 同学同学同学 行了吧 不就是比我大几岁吗 咋脾气这么大呢 话没说完 我直直撞上了柳如烟的后背 嗯 就味道很好闻 她在前面停住 转过身笑道 我脾气大不大小不小的 你又知道了 我老脸一热 血液疼地冲上来 上次和女生贴那么紧说话 还是上一次 我不由分说地夺过她一边手里的袋子 我还是帮你拿点吧 免得上去大家说我欺负女生 抢夺过来的袋子 确实出乎意料地轻飘飘 显然不是奶茶的重量 我打开手里的纸袋 看到里面露出的女士内裤四个大字 眼睛都瞪圆了 还 还你 我把纸袋塞回柳如烟的怀里 再次抢夺她另一边手里 明显是奶茶的袋子 她又一次闪身躲过 话里多了几分藏不住的业余 都说了不用你帮忙 我最近借宿你家 勤完完有跟你说过了吧 想想刚进门的时候 好像是有那么回事 想起来了 那你自己拿吧 说完我也迈开步子 急不往家走 留下柳如烟不紧不慢跟在身后 送大家离开时 勤完晚坚持要下楼 把大家送上出租车 留下我跟柳如烟大眼瞪小眼 我弟的卧室在这边 楼上我房间旁边还有一个客户 这里是阳台 这边是浴室 我一边给他介绍 一边带着他熟悉我们家的布局 不习惯 冷不叮他出声说道 我要睡你旁边的房间 他笑着盯着我 我被他盯得有些晕头转向 扭头说 行 我带你上去看看 一扭头又是撞到他的身上 这一次是正面痛击 脑袋砸上了他柔软的胸脯上 我伸手想推开 又触上了他的软软的小肚肚 卧槽 好有料 我心里暗血 这手感还不赖 摸够了吗 臭流氓 柳如烟冷冷地询问传来 我盲弹开保持距离 轻咳一声 咳 那什么 姐姐 你好歹也要叫我一声弟弟吧 叫我生弟弟 我带你上去 他咬牙不作声 我自讨了个没趣 头也不回往楼上跑 也不管他跟没跟上 好在客户平日里打扫的还散情 给他弄好床单备照 也算收拾出来了 趁着他开始洗漱 我迫不及待回房间打电话 跟我的哥们分享今日喜讯 行不行啊 秦小文 那么多姐姐 你就一个没看上 倒是看上了一个 今晚还留宿我们家 不过这年龄差我怕是真不行 平时说要泡姐姐也只是口汗 真送到眼前 顾虑还是多 什么年代了多 秦小文你行不行 不行的话给我 我来 上啥上啊 人都快大学毕业了 等到八月份人家喜提毕业证了 我才喜提大一新生 郁姐 郁姐好啊 小文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就是郁姐啦 打住打住打住 记不打你不要满脑子 都是黄色废料好吧 再说了 我还 秦小文 你不会还惦记着冷清秋那个渣女吧 再听到冷清秋的名字 我的心还是会被揪到 胡扯 一个渣女罢了 有什么值得我惦记的 那还不直接猛猛冲 拿下那个姐姐 再说吧 姐姐可难拿捏了 挂了挂了 我一想到柳如烟 脸又不可思议的红了起来 满脑子都是她柔软的苏胸 和那富有弹性的手感 以至于房间门被敲响时 还被吓了一跳 吹风机在哪 房门打开 刚冲完早的柳如烟 换上睡衣 顶着一头湿漉漉的长发 已在我房间的门框边上 那么快 我给你找 我转身回房间 拿出电吹风递给她 临走时 她回过头 琴着笑说道 也可以不那么快的 早点睡 琴小文 我的名字被她特意重读 脑子轰然炸开 她听到我刚才的电话了 卧槽 我好像开的是免提 我 我开玩笑的 你听我狡辩 柳如烟全然没有在乎 我无谓的挣扎 走进旁边的房间 碰一声把我无力的解释 关在门外 半夜被尿憋醒 我迷迷糊糊走出房间 跑了趟厕所后 凭借上存不多的意志和直觉 我迷糊着回到房间 再一次躺下 好像感觉这床变小了 床上好像还多了个什么 玩具熊 冷清秋送的玩具熊 我不是已经丢了吗 自己长腿跑回来了 困意终究还是战胜了迷糊 我翻身抱紧床上 凭空多出来的东西 沉沉睡觉 皆是有弹性 还能自发热 感觉不错 想着想着我抱得更紧了 第二天醒来时 我被静在眼前的翘脸 吓了一大跳 我去 我忍不住惊呼着做起 却又被腰间的手 紧紧咕了回去 昨晚抱够了吗 弟弟 耳边传来柳如烟 慵懒的调侃 呼出的热气 直直扑在我的脸上 脸又一次不争气地热了 炸了我啊 昨天还心心念念的 欲杰此时此刻 就躺在我身边 我 我昨晚走错了 他挑眉 手上的静松了松 所以 弟弟你是不打算负责吗 我咽了咽口水 脑子发昏 说道 什么都没发生吧 你要我负责什么 话刚说出口 我就觉得自己是个 十足的大耸淡 什么都没发生 就是有人半夜 跟八爪鱼一样缠着我 甩都甩不开 还非要说什么宝宝贴贴 卧槽 我睡相那么差劲吗 我 我真的一点印象没有 这样 你微信加我一下 给你包个红包 话一说出口 我就后悔了 请小文啊 请小文 小说看多了是吧 把人家当什么了 我扫你 柳如烟说着 转身就拿过了床头的手机 添加好友后 我的微信ID 从AKA沃四 迷迭改成了半颗白菜 发给柳如烟的红包 在第二天 也因为超市没领取 被退了回来 柳如烟在我家的日子里 除了第一天晚上的乌龙 我们也没有过多的交集 出去偶尔三个人 一起坐在餐厅吃饭 她大多数时间 都在晴晚晚房间里 一起打看电影 直到晴晚晚 被老妈的一通电话 叫回老家 她还不忘交代 我照顾好柳如烟 姐姐还是对我的生活 自理能力过于自信了 晚上吃什么外卖 我给柳如烟谈了个微信 没别的选择 有 什么 美团还是饿了吗 柳如烟没再回我 不久后 我听到隔壁房门 打开的声音 她下楼进了厨房 二十分钟后 她给我发消息 下来 我屁颠屁颠地跑下楼 餐桌上 已经摆上了两碗 热气腾腾的牛肉面 牛啊牛啊 我不禁赞叹道 有着好手一不早拿出来 也是没想到 能连吃五天外卖 行 我闭嘴了 晚饭吃完 躺在床上 就看到纪波达的消息 小文 晚上摆一酒吧冲不冲 改天约吧 有点累了今天 我约了我们学校大一的艺术生 冲冲冲冲冲冲 我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 将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 在翻箱倒柜 找出许久没穿的西装 乐呵呵地出了门 打开房门迎面 碰上柳如烟上楼 对上了她疑惑的眼神 我出去一下啊 得到了一句不冷不热的回忆 等到出了门 我才反应过来 不是 这是我家 我跟她抱背个什么劲 赶到酒吧时 纪波达已经跟卡座里的 三个艺术生聊得不易悦呼了 看到我了 她招手让我过去 一一给我介绍 完事在我耳边压低声音说道 小文 这几个还不错吧 跟你那个玉姐比怎么样 学长一起喝点 坐在我身边的学妹 帅先给我倒了杯酒 递给我 好我一边笑眯眯的结果 一饮而尽 一边侧头低声回应她 那还得是玉姐好点 甭管玉姐还是艺术生 抓紧走出冷清秋的阴影 才是正事 时隔一年 提起冷清秋我心里 还是一阵阵痛 几杯酒下肚 往事又止不住涌上来 大二时 我费尽心思 追了冷清秋学长一个学妻 他却突然跟我说分手 对不起 小文 我 所以可以一声不吭地抛弃我 跟那个富二代在一起是吧 对不起 如果不和他在一起 我真的一点机会没有了 而且 跟你谈了一年多了 我们也没发生什么 所以就这样吧 够了 我一点都不想听了 我们也别再联系了 初恋就是这样戛然而止 不好意思 有点恶心 我先去一下洗手间 跟学妹和纪伯达打了招呼后 我站起身往厕所奔去 不知道是想起往事恶心 还是酒量不嫁 几杯酒下肚 我就已经在厕所吐得昏天黑地 小文 没事吧 去厕所时间太长 纪伯达终时担心我 给我发了消息询问 没事 把酒满上 等我回来占个痛快 等纪伯达和学妹们 缠着我走出酒吧 我嘴里还在嚷嚷着 冷清秋你这个狗女人 引来无数路人侧目 纪伯达松开我 掏出手机 一边跟刚刚坐在我身边的学妹说 学妹不好意思 我把她家地址发给你 麻烦你送她回家吧 她喝大了 好 没问题 学妹爽快应下 我听到她们的对话 嘴硬道 我没醉 真的 不信我给你们走两步 说着甩开学妹的手 在马路牙子上 开始亮亮呛呛呛地走直线 走了鸡米 一头撞上一个柔软的怀抱里 酒都被撞醒了一半 对不起 您没 柳如烟 道歉之后再抬头 发现眼前映入一张 这几天无比熟悉的脸 柳如烟静静静看着我 秀美轻挑 小文你们认识啊 啊 嗯 是我姐姐 纪伯达看我撞了人 从后面追上来想要帮忙 看到我们似乎认识 她也长松了口气 那就好 她转头叮嘱柳如烟 那麻烦你把你弟弟安全带回家了 说把她扭头和学妹离开 离开前还嘟囔一句 原来她就是柳如烟啊 目送这几个人离开 我转身问柳如烟 你怎么来了 柳如烟不说话 抛出手机 打开我们的聊天界面 在我眼前晃晃 我眯着眼凑上前 过停她的手定睛一看 好家伙 一个多小时前 给她发了个定位 然后是一连串几秒的语音 还有一串胡乱打出的字符 大概是手机拿手里没戏屏 手指乱出发了出去 啊这 我误触了 不好意思 她伸手扶住有些站不稳的我 淡淡的说 我知道 她知道 那她还来白跑一趟 那你 在家里无聊 出来散步 看到了你发的消息 我正好在附近 就顺路过来了 只是顺路啊 很失望 没 没啊 没料到她会直接这样问 我当然不能说 自己确实是失望了一丢丢 不问问我等了多久 柳如烟凑近我的耳边低声道 等 等了多久 柳如烟伸手拿过我的包 一个小时 合着刚刚我从酒吧 被人搀扶着出来 在外边撒酒疯的样子 全被她看到了 那麻烦你了 我平时不会喝成这样的 我是在解释吗 嗯 走回去还是打车 她淡淡问道 走回去吧 我再醒醒酒 我生怕再在车上吐人一车 柳如烟脱下身上的外套 劈在我的身上 我扶着你点拔 不用不用 我还能走 她吃笑 走什么 就你这样摇摇晃晃的能行吗 拖她的福 刚刚丢脸的阴霧 再度回到我的脑子里 顾不得她的调侃 我摇晃着朝回家的路走去 柳如烟从身后追上把我扶住 陪我一起慢慢往家里走 冷清秋是你前女友 姐姐 不该问的就别问那么多 不问就不问 你也别想占我便宜 我可不是你姐姐 空气陷入了沉默 柳如烟 干嘛 你衣服都换了 洗过澡才出来的 根本不是顺路对吧 啰嗦 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 倒在床上想起了还没洗漱 我挣扎着起身 碰上柳如烟端了壶热水送进来 又干嘛去 洗澡 喝醉了不能洗 差这一晚上 强迫症 不许睡不着 那你把浴室门打开一条缝 透透气 怕你晕在厕所 洗完在浴室里看着镜子 脸肉眼可见得更红了 本来我喝酒就上脸 往脸上又浇了两桶冷水降温 我才走出来 路过柳如烟的房间 看到她的房门紧闭 大概已经睡下了 回到房间听到微信提醒 晚上有什么需要可以叫我 我手机开声音了 鬼屎神差 我回了句 需要女人 一分钟后 我的房门被敲响 嗯 她已在门框边 笑着朝我晃了晃手里 我俩的聊天记录 我 我开玩笑的 话没说完 我就被她拉了过去 静止跌入一个温暖又柔软的怀抱 感受着她强劲有力的心跳声 家里现在就我一个女人 不然弟弟委屈一下 她说话 她的胸膛一阵接一阵的颤抖 我算是彻底失了痣 静视着慢慢伸手 想要揽住她的腰 脑子里一个声音在说 秦晓文 别犯傻 这可是你姐姐的闺蜜 另一个声音则叫嚣着 秦晓文你猛猛冲 遇见什么的最香了 迷茫间 柳如烟拉着我的手 引导着我搂上了她纤细的腰 弟弟想抱就抱啊 我愿意的 等一下 脑子里残存的理智 还是让我想要推开 我来不及推开她 还没用力 就被她抱着转了一圈 房间门被她顺脚踢上 她直接把我抵在房门上 哑声问道 为什么拒绝我 弟弟 是我还不够温柔吗 听完这话我直呼救命 小时候我哄着姐姐写保证说 还让她举着拍照 最后打印出来 贴在她房间书桌上 提醒她的照片 显然是被柳如烟看到了 愣神的功夫 柳如烟已经凑到我眼前 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我有一扭头避开她的眼神 她抬手把我的脑袋扳转 哀求 声音隐约能听出有一些颤抖 像一只娇俏的薄猫 嗯 终究是酒精战胜了理智 我朝着她微张地唇吻了上去 少女表露的心意得到了回忆 唇半相触间 她的手臂明显收紧 似乎要把我的脖梗柔断一样 气息交换间我忍不住感叹 玉姐真好啊 真像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我整个脑壳都在疼 回想起昨晚跟柳如烟轻的水深火热 只记得最后酒精席卷着困意 一并向我袭来 还亲着我就直接睡过去了 这下弟弟可以负责了吗 也就打了个不 负责什么 秦晓文你真行 我当然行 嘴上说着不负责 却还是沉浮于美色 转头就把柳如烟拥进怀里 我不行谁行 少女纤细的臂膀 紧紧揽着我的脖梗 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喜欢我 喜欢我第一次见面 还不接我的话 还挺记仇 柳如烟轻笑 缓了话 她才开口 那时候还不是以为你喜欢年轻的 你有没有想过 年轻不代表是哑巴 柳如烟毕业的时候 她的爸妈也终于从国外回来了 送她到楼下的时候 柳如烟的妈妈 塞给了我一个颇有厚度的红包 这些天真的麻烦你了 这小子没给你添乱吧 阿姨 不麻烦的 姐姐她 她很好说话的 我把红包推回去 推拖着 我还心虚地舔了舔肠起的嘴唇 自那天后 柳如烟像是出肠舔头的小孩 每天一有时间 就忍不住抱着我又轻又肯 还好肿得不算明显 不然多少能被阿姨看出来点端倪 小文啊 别跟阿姨客气 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 快收下 啊 我正正地扭过头 看向柳如烟 和她四目相对后 她站在一旁笑得嘴都歪了 果然 这丫头早就迫不及待地 和家里通风报信了 跟柳如烟在一起的感觉很是微妙 完全不像是在和一个姐姐谈恋爱 跟她比起来 我反而是那个被照顾最多的角色 这是我在上一段 极其失败的感情中 所感受不到的 柳如烟 你好得有点过分了 我牵着她的手 走在江边 看着江峰 把她的长裙吹得鼓起 还不是因为你值得 她反手包牵住我的手 握得更紧 七月初接到阿姨的电话 我才知道柳如烟 在本市找了个工作 以她的学历 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城市 小文啊 阿姨拜托你劝劝她吧 这丫头 这两天愣是谁的话都没听进去 电话那头 阿姨的声音满是无奈 你们能在一起阿姨 当然也很开心 但是这丫头这次真的太任性了 刚又跟我们吵了一架跑出去了 放心吧阿姨 我会好好劝她的 我是在我家附近公园的长椅上 找到柳如烟的 微信问了她在哪 她只给我甩了个定位 什么话都没说 她神色黯然坐在长椅上 黑色连帽卫衣 把半张脸都遮挡着 看不出她的表情 你可别为了我留在这儿 我走到她身边 开门见山戳穿她的目的 才没有 我的专业 确实就跟这所学校最适配 对于自己恋爱脑的行为 她撇撇嘴 把头扭到一边 拾口否认 是吗 盼着她躲闪的目光 柳如烟 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可是我就想和弟弟在一块 我第一次在她眼睛里看到了泪光 说出的话也带了几分委屈 我又不会跑 大学那么多假期 还怕见不着吗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脑袋 哄着她 再说了 等我找到工作 稳定了 我肯定过去看你 她听我说完 终于恢复了些状态 抬手把我还放在她脑袋上的手 拉下来握住 无奈叹气 你明知道 我是最听你的话的 她终于还是去了A试试了 九月大学开学 我也开始专心学习 见不到的日子里 我们每晚都试评 弟弟学习还顺利吗 弟弟我今天跑不脚了 你要是在就好了 弟弟等国庆放假 我就要回去 弟弟我好想你啊 异地恋成功 让这只小姐姐变成了年人精 国庆前一天 我们小组的课题终于完结 导师特地给我们提前放了半天假 没有告知柳如烟 我兴冲冲地赶了最近的一趟高铁 去了A试 打车到她公司时 已经是下午 远远就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嗯 如果没有看到和她走在一起的男生的话 如果没看到她挽住那男生的胳膊的话 我想 我会忍不住冲过去给她一个熊抱 在干嘛呢 准备去吃饭了 弟弟吃了吗 和谁呢 朋友 怎么了 没 退出微信 我扭头坐回出租车 让司机送我回 车站 司机大叔看我眼圈红着 大概也猜出来了 一边掉头一边叨叨着 哎呦 现在的小年轻真是的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师父别说了 挂断柳如烟的第21个电话后 她终于没有再打过来 回到家后 刚躺在床上 纪伯达的电话就打过来 小文 班长在群里说 留在本事工作的同学晚上聚一聚 你怎么不回啊 没看微信呢 怎么样 要不要去啊 不太想出门 我脑子里还是下午看到的一幕 兴致缺缺 怎么 忙着跟姐姐谈恋爱 一提到她我的脑子烦躁了 等我 总得有别的事情 转移我的注意力 赶到包厢时 同学大多已经到齐了 班长正在 招呼着大家坐下 包厢门再度被推开 抱歉 我来晚了 声音过于熟悉 我抬头 迎上了冷清秋直勾勾的目光 卧槽 她还有脸来 比我还激动的是纪伯达 她在我身边咬牙切齿 小文 我不知道班长还叫了她 不然打死我都不会叫你过来的 你要是不想留下来 我陪你一块走 她小声问着我的意见 没事 我拍了拍她的手 我早就没放下了 作为我们直系师姐兼班主 班长邀请她来也再正常不过 两年不见 冷清秋还是一点没变 光凭借这张有点滋色的脸皮 总能骗到不少小男生 当然包括当年无知的我 席间 她总是不时用复杂的目光盯着我 我极力避开 九过三旬 大家开始胡言乱语 有人拿我和冷清秋调侃 学姐 你说你跟秦小文 当年多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怎么就分了呢 就是 太可惜了 我们还以为你俩能走到最后呢 这 冷清秋笑着望向我 表情里看不出喜怒 淡淡道 是我不懂珍惜 周遭开始起哄 太可惜了 我有些失笑 对于不知情的旁观者来说 我跟冷清秋就是有情人未成眷属 只有我才知道 她有多虚情假意 哪怕当着我的面 她也要在众人面前 卖弄她的深情人生 我强人恶心 抓起身后的背包 准备起身离开 不好意思 我头有点疼 先失陪了 推开门走出去 我听见身后包厢里 紧接着传来椅子摩擦地面的声音 我送送你 冷清秋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我加快脚步 没搭理她 她的步伐加快 小文 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 关于你的事 我都忘了 我忘不了 小文 我当时真的糊涂了 你他妈的忘不了就写进你族谱里 小文 她声音哽咽了起来 在我看来 多少是有点眼的成分 学姐怎么会糊涂呢 利弊权衡得再清楚不过了 还有谁能比你精明 我没再听她逼逼 我正拖她的手 拦下一辆出租车 刚在后座坐下 她转头坐上了副驾 冷清秋 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喝酒了 蹭个出租车 先送完你再回去 闭目养神 没再搭理她 车子停在小区门口 冷清秋后脚 跟着我一起下了车 你到底想怎样 我咬牙切齿 再一次甩开她的手 再给彼此一次机会不可以吗 冷清秋请你搞清楚 是你对不起我再先 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 冷清秋不死心 再一次扑上来试图拉住我 小文 我真的知道错了 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你 话没说完 一道黑影掠过 我还没反应过来冷清秋 就挨了一记结结实实的巴掌 别碰她 势柳如烟 她一手把我护在身后 紧紧盯着冷清秋 你姐姐 冷清秋擦了擦嘴角 把柳如烟从头到尾打量了一遍 老娘是秦小文的女朋友 柳如烟拳头在握紧 随时准备着再给冷清秋来上一拳 冷清秋挑衅的笑了笑 女朋友 她看向我 笑得有些玩味 小文 你看上了她什么 看上她成熟有技巧 嘴放干净点 冷清秋 柳如烟想要再冲上去 我伸手拉住她 走到她身边 坦然笑道 就是图她漂亮 图她成熟 图她花样多 还图她不会出轨 怎样 你满意了 我话说着都心虚 什么不会出轨 那天看到的那一幕我还记得 然而在当下 就应该直击她的弱点 对回去才是最重要的 冷清秋听完我说的话 气节 小文 我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冷清秋终于愤然离去 花样多 我怎么不知道 柳如烟弯腰捡起刚刚打架时 丢在一旁的包包重新背上 没眼带笑着问我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这才注意到她的手臂被蚊子 咬了好几个大大小小的包 看起来在小区门外等了很久 她拉过我的手 往小区里走 有人不回我微信 也不接我电话 怕她再偷偷生闷气 就回来了 我看你在校门口 跟别的男孩子勾肩搭背的时候 可不那么像啊 我一开口就是老粗缸子了 什么男生 两分钟后 我看着她手机里的宿舍合照上 和校门口那位男生 同款发型的短发声 近了声 来找我也不跟我说 柳如烟像个我妈一样 坐在我家沙发上 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我心虚地别过头 明明误会一场 听到她的话 偏偏还是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她胯坐到我身上 手探过来 搬正我的脑袋 强迫着我看着她 弟弟还生气呢 她的手指轻轻划过我的脸颊 湿去泪水 叹了口气 一声不吭不理我 回来了也没看到你家亮灯 还以为弟弟不要我了 怎么说 该生气的是我才对吧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隐约看到她的眼眶有些泛红 黑漆漆的眸里 有一闪过的泪光 像一条搭拉着尾巴 委屈巴巴的小猫咪 对不起吗 我抱住她 她闷哼一声 顺势把脑袋埋在我的颈窝 气息一下下挠着我的脖梗 有一点痒 弟弟能不能答应我 良久 她终于抬头 捧着我的脸 在我唇上轻轻落下一吻 点到为止 有些冰凉 以后生气之前先告诉我原因 贴着我的唇 她低声说 再生气也要离离我 别不接我电话 又是轻轻一吻 遇到麻烦第一个要找我 第三个吻落下 她手臂收紧 把我紧紧圈住 像是生怕我离开 我还住她的脖子 回应道 好 都答应你 还有 什么 花样多要试试吗 第二天我扶着腰 从床上起身 看着枕边一脸满足的柳如烟 不得不再次感叹 玉姐真好啊 花样确实不错 洗漱后 听到楼下有开门的动静 我忙不迭地跑下楼 看到晴婉婉 拖着行李箱进门 我才想起来 头天她给我发微信说 今天放假回我这边 小弟 我回来了 没有偷偷想我吧 晴婉婉直接过来 给了我个结实的熊抱 然后转头看到了 正下楼的柳如烟 柳如烟 晴婉婉婉婉一脸震惊地 看了她一眼 又转头看向我 柳如烟过来 自然而然地挽上我的胳膊 不怀好意地 冲晴婉婉挑挑眉 晴婉婉瞄懂 无脸哀嚎 我靠 我拿你当姐妹 你拿我当弟媳 乖 叫弟妹 要不是晴婉婉 还约了同学急着再出门 这俩估计能掐一上午 你俩真的是 有点幼稚在身上的 我顺势往旁边 沙发一滩吐槽着 柳如烟紧随我后 抬手掐了掐我的脸 幼不幼稚的 你昨晚不都知道了 她的气息 一下下打在我的脸颊 可 我按捺着心中的悸动 逗她 没大没小的 叫老公 她好笑地一把搂紧我 阴韵着 老公 昨晚你好坏 我好喜欢 老公 昨晚我没听到你说爱我了 老公 我能再听你说一遍吗 如同一只摇尾起怜的小猫咪 柳如烟抚摸着我的脸 叙叙叨叨着 我不说话 以一记吻作为对她的回答 柳如烟小愣了一下 转低下头来 在我耳边轻声嘻喃 弟弟 不用你对我负责了 这次我对你负责 全文完结